五月线没能突破,先说人气密集的新股,其次,受益人民币贬值的镇金股份,滑房部分等,也属于多头攻击的重要方向,可由于人民币快速贬值了,再次,也是最重要的妖王群体开始出现打击,新锐科技应该是最大的妖,还有就是独角兽领域的杀爹,最后就是一些个股的利空导致相关强势板块也斗而弱, 减薪股份的减持工作打得跌停,看来中国软件,阿时创造海色强势,在管理层多方面喊话,把它到底什么时候出现行情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贴近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